李承芳和李承波是一对亲兄弟 兄弟二人自幼就从父亲那里 传承了精湛的潜水捕鱼记忆 从六岁开始 李承芳就能够借助氧气瓶 长时间地待在海面以下的世界 细算起来 他已经是有着二十多年前水捕鱼经验的老手了 哥哥李承波现在已经很少下海 在每一次的捕鱼过程中 他多是留在船上 确保弟弟的行动安全 看起来行动自如的李承芳 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洋流做较量 终于他潜到了十米深的海底 然而无论是废弃的网乡 还是腐朽的沉船 李承芳一无所获 一群鱼出现在他的眼前 鱼腔快速出击 这一次没有命中 船上的李承波时刻保持着警惕 他必须依据海面冒出的气泡 来判断弟弟在水下的位置 虽然兄弟两人已经默契配合了很多次 但潜水捕鱼终究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工作 再次碰到猎物 李承芳沉稳了许多 鱼尽管不大 已不会空手而归 上前的过程看似轻松 实则暗藏危机 没有人去上海那时候 压力是巨大 只怕人家开那个船 看不到你了 到头了 打在头差不多 又完了 李承芳的家离海岸不远 曾经与海接触了一辈子的父亲 已是伤病累累 不能再下海潜水 而哥哥更喜欢陆地上的工作 在镇上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如今只有李承芳 仍然坚持着父辈传承下来的潜水技艺 对下海潜水 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相比于捕鱼 李承芳更多的收入来自于潜水打捞 如果有牌上面的老板 什么叫过去打捞什么 如果去打捞毛 还是整个升级了 就是说 满开心就有收入 觉得心里面下水就继续 回来 去打换 感谢观看